Hello 大家好 我是昭蒂 欢迎收看大壮壮电影 今天继续为大家介绍百慕大三角的下半部分 神秘的死亡三角区百慕大吞噬了无数人的生命 负伤艾莉也因此损失了数条货轮 于是他派出了四人小队前去百慕大探查 这支小队第一次探访百慕大时 不仅遇到了各种神秘现象 还遭遇了海军的审讯并扔回了岸上 此时他们还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生活会因此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小队中唯一没受到幻觉影响的来称 回家后一直挂念着飞机上生还的女孩 想尽办法调查女孩的下落 可却根本没有人能帮她 深海资源工程师艾米莉回到家后 则发现家里居然多了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自称是艾米莉的生母 可问题是艾米莉从小就被生母遗弃了 根本就没见过她 她又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自己的家里 还说艾米莉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养母 艾米莉直接就被吓晕了 等她再醒来时 却发现房间里根本就没有其他人 布鲁斯回到自己的实验室后 意外发现报纸上刊登着自己死亡的讯息 可眨眼间的功夫 这个信息却又消失不见了 专职记者霍华德回家后 接到了自己孩子打来的电话 她的前妻把孩子带走后 如今已经和一位海军住在了一起 可霍华德赶过去探望孩子时 那位海军嘴里一直说着 我们都干了什么 然后忽然就举枪自杀了 随后审讯过霍华德的海军军官 居然也赶到了现场 意识到事情不对的四人 再次集结后 主动去找了富商艾莉 希望艾莉能资助他们继续调查 但艾莉却拒绝了 她表示海军已经来找过自己了 威胁她停止对百慕大的调查 所以即使同样被幻觉困扰 可艾莉却无法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 四人走出艾莉的办公室后 却发现自己站在了二战时的街头上 还有军警持枪拦下了他们 但这种场景并没有维持太久 在一阵神秘的波动之后 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然而米奴却在波动后再次崩溃了 她好不容易接受了自己 还有一个小儿子的事实 兴致勃勃地给小儿子买了玩具 可回家后 妻子却一脸费解地问她 哪里来的小儿子 米奴吓得冲进了小儿子的房间 却发现那里只是杂物间而已 她已经彻底分不清楚 到底哪一边才是现实了 妻子也忍受不了神经兮兮的米奴了 她告诉米奴 要么找出真相 要么他们就离婚 米奴无奈地去看了心理医生 可医生却说 她是因为被传难刺激到 所以产生了选择性失忆 另一边的四人队 此时选择了分开行动 布鲁斯和艾米利 在实验室里进行操作 想模拟出百慕大现象的形成原因 一番测算之后 布鲁斯测算出 百慕大附近存在一场巨大的电磁风暴 可气象台的监测 却显示那里风平浪静 他们随后推测 认为海军会这么做 是为了获取百慕大海底产生的电磁能量 可他们要用这种能量做什么呢 疯狂的布鲁斯决定 再回百慕大三角去调查真相 他带着艾米利驾驶着飞机就出发了 但他们距离电磁风暴中心 还很远的时候 飞机就发生了巨大的颠簸 布鲁斯试图驾驶飞机返航 却又遭遇了突如其来的暴风雨 他们好不容易才成功返航 霍华德和莱琛则去调查海军自杀的真相 以及这个女孩到底被藏在了什么地方 一番调查后 两人用之前艾力制作的假证 大摇大摆混进了海军基地里 莱琛果然在那里 找到了被海军关起来的女孩 但海军方面一直以为 他们关起来的就是一个老太太 不是莱琛说的什么小女孩 也不肯去找女孩的亲人 但莱琛知道 女孩还有一个祖父在世 为了找到女孩祖父的下落 莱琛不惜动用十分伤身的强制通灵能力 让自己进入自动写作的状态 找到了女孩祖父的具体位置 他们把女孩的遭遇都讲述了一遍 女孩的祖父是一位老博士 他告诉霍华德两人 自己曾经是给海军服务的科学家 某次他们发现在海底架设的电缆 总是会在百慕大区域被切断 并且丢掉几百米 他们在调查中发现 那些电缆是被电磁能量切断的 但他们对能量源的具体研究 却被海军叫停了 海军想自己利用这些电磁能量 可一旦利用不善的话 整个时空都有可能被毁掉 霍华德和莱琛得到了想要的信息后 就想带老博士去和孙女团聚 可此时又一次时空波动出现了 他们正行车的跨海大桥忽然消失 危急之中霍华德只顾得上救下莱琛 老博士却溺水身亡 这时跨海大桥又重新出现在他们眼前 事情越来越诡异了 重新碰头的四人分享了各自的信息 认为海军想要控制那种电磁能量 制作某种可怕的武器 他们以为这就是白木大的真相了 便把这个结果告诉了艾莉 艾莉听后就安排四人去见海军部长 想确定这个调查结果的正确性 没想到海军部长告诉他们 海军并不是在制作武器 而是想要阻止一场灾难 多年前一次在海上展开的电磁实验 导致了空间裂缝的产生 这才是白木大的真相 在那里失踪的人会穿过裂缝 被带入另一个时空之中 现在这个裂缝已经失控了 它还在不断的扩张 海军的人已经颓算出 这个裂缝扩张到峰值的时间 就在今晚11点海军收集电磁能量 真正想做的是阻止裂缝的扩张 他们打算在裂缝扩张到最大的那一刻 利用储存的电磁能量发动逆冲击 当然阻止失败的结果 这就是这个世界被彻底毁灭 四人一番议论之后 觉得海军并没有对他们撒谎 既然明天世界都有可能毁灭了 那今晚剩下的时间 他们就去做些想做的事吧 艾米莉回家问重新出现的生母 当初到底为什么扔下它 布鲁斯则在自己的实验室 继续开展实验 霍华德去探望自己的前妻和孩子后 本想回办公室里写写新闻报道 没想到此时米奴却找了过来 米奴在遭受了一系列的幻觉之后 本来已开车到海边想要自杀 可突然笼罩城市的暴风雨 让他改变了主意 他想把自己的大儿子送去妻子那里 可当他牵着大儿子的手 走进妻子家时 却看到了小儿子又出现了 可也就出现了一刻 一晃神的功夫 妻子 儿子 所有的一切都消失在了米奴的眼前 米奴受不了了 他想知道自己为何会受这样的折磨 所以米奴才找到了之前采访过 他的霍华德寻找帮助 霍华德带着他去和布鲁斯等人会合了 此时布鲁斯对全球现象的检测 也发现了异常 他们判断 海军的估算根本就是全盘错误的 造成一切的根本不是时空裂缝 百慕大对时空造成的影响 是像水的涟漪那种形状扩散的 这就意味着 海军原本的逆向爆破不仅全无作用 还会加速时空的崩塌 他们必须阻止海军 米奴将四人拉上了自己的小船 一路冲向了百慕大区域 然而他们还是晚来了一步 一个时空虫洞在他们面前生成了 全世界都暗了下来 但霍华德不想放弃 他也纵身跳入了虫洞之中 随后发现自己被重置到了跨海大桥消失的前一刻 这一次他没有选择去救莱琛 而是把老博士救了下来 然后带着老博士去找了布鲁斯 把自己所知的一切告诉了其他队员 想要提前阻止海军的逆向爆破 尽管布鲁斯等人对霍华德的说法并不全然信任 可毕竟是生死患难的交情 加上老博士对理论的解释 他们还是选择相信霍华德 可这一次富商艾利却不肯带着他们去见海军部长了 霍华德没有办法 只能去找这个时间去了他办公室的米奴 再一次乘上了快艇 可他们还没有赶到海军基地 快艇就被海军派出的拦截飞机击毁了 随后驾驶冲锋舟的海军 还是把他们抓到了基地里去了 等他们费尽心思突破看守 终于见到爆破负责人时 离爆破开始只剩下三分钟了 他们急忙把正确的理论告诉了海军 百慕大的时空波动像水的涟漪一样 他们什么都不需要做 涟漪自然会扩散到一定程度后消除 如果爆破的话就会引发更大的涟漪 事情最终也正和霍华德他们预想的一样 因为他们的劝阻 海军部长没有引发逆向爆破 而时空涟漪在到达了峰值后就会发生回转 曾在这里消失的船只和飞机 终于回归到了正确的时间空间内 百慕大三角区会变成从没有出现过的状态 终于在一阵时空波动之后 霍华德回到了和妻子离婚之前 得到了修复妻子感情的机会 艾米丽虽然没在家里见到自己的生母 但却主动选择去联系了母亲 乌鲁斯在这个时空里更是结婚了 还有了两个孩子 莱琛死而复生 米奴的生活也总算回归了正常 不过他们的记忆并没有消失 所以四人最后还是不约而同聚到了一起 准备去要自己的酬金了 不过尴尬的是 因为百慕大三角的消失 艾莉曾在百慕大去世的兄弟也复活了 而且还取代艾莉成了财团的主席 但艾莉其实也保留了对这件事情的记忆 最终他把该父的酬金都游击到了四人的家里 百慕大从此将作为一个只有他们知道的传说 彻底沉睡下去 影片《百慕大三角》 最终是给了这个神秘区域一个科学的解释 没有人知道这个解释的正确与否 但我们都知道 真正的生活里 我们没有这样重来一次 甚至两次的机会 所有的伤害或遗憾 都不会有从头开始这样简单的弥补方式 所以如果没有联系眼前 有哪里会有所谓的未来可期呢 感谢观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赵地 咱们下期再见